是哪一天换的 是雨先生那一夜之后换的吗 那好看 烟雨袖中最难的便是梨花 你可知道其中的关键吗 我听说 先生从不教授人烟雨袖法 确实如此 你若想学也并非毫无办法 烟雨袖的精髓 在于她晴时和雨时 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美感 来 你瞧 她在阳光下的颜色 显然是这首先锋弹 怎么 你喜欢 每次听到这首曲子 总会给我一种心安的感觉 等有机会 我去给你听 你太让我失望了 先生 我会秀出来的 先生 我会秀出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想知道 你迟迟绣不好的鸳鸯绣 是为何吗 先生 我明明是照着先生 将我的法子绣的 关键不在这儿 鸳鸯 自古是情爱的象征 你不通男女情爱之事 自是绣不出其中的锦鸟 你是有天赋的 只是总差了那么些许 谢 真正高级的锈鸟 不光在技术 而是在诸若其中的情感 先生 放我下来 先生可是心愿人吗 你很美 我会不会 不请而善入 这可不是烟雨绣楼交的规矩 你告诉我 那些床单怎么回事 什么床单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些上好的四桌床单 你是我被换成麻婆的 一个床单罢了 何须放在心上 那些被你换掉 四桌床单的姑娘 都是被你玷污过的对吗 你把那些床单换掉 都是为了毁灭物质 这算得上什么物质 就说你是承认了 不光孟晚 高城镇还有丁如 他们都被你 所以丁如真的是被你害死的 官家已经断案 他是自枪 所以你同我说的那些话 不过就是为了哄骗我 哄骗 我那可是让你的秀意 再精进一层 你如今却这般的不懂事 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秀楼里那么多的姑娘 你都是如此 不是同他们说的吗 当然不同 你看 这上面的落眉 每一朵 都有它独特的姿态 你们就像这朵朵落眉 每一朵都是独一无二 所以就让你来想 我只不过是绣品上的一朵花 难道不好吗 这绣品本就是该让人赏完的 这种事儿恐怕不该是女子开口吧 那个人 你真是不爱 当初 不是你求着让我教导你的吗 离开 离开 我是不爱 德先生 当初 狐狸 你无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